在这边他给我p是6k,a是h12,b是14k,它是在同一条直线 然后他说p divide the line segment ab in this form ok我们知道这种divide的题目呢,它一定要写成ratio so他给我equation的时候我要把它变成ratio 我把这个写抽下来,这个2除过去 所以他会变成ab比pb,ab比pb会等于3比pb 所以我的ab比pb会是3比pb 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ab比pb 这个是我们在formatio的时候写到的 然后所以我们的ab比pb,ab比pb 然后p是分开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他就有6k 这样,他应该是,没有,他这个是12,6,对 他应该是向下的,其实你没有写对也不用写的 你没有画对,你画成向上也没有问题的 我的a是h12,b是14,6,他说p a去b是3分,p去b是2分 所以我的p去b是2分,这一边是1分 所以我的a去b是3分,p去b是2分 这样,所以他是3比2 然后这一边我就交叉成,ok 我让我的p呢,是xy 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e乘14 我的x会是等于e乘14加2乘h 没有呢,他的这个p其实是hk,ok 这个p他题目有给我6k,6多少k 所以我的6等于e乘14加2乘H 除以1加2 我的k等于e乘6加2乘12除以1加2 这样,ok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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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都是x的部分 然后这一个是y的部分 这一个,这一个,还有这一个 这样 所以我们的1加2,3,368等于14加2h 4等于e乘2h,所以h等于e乘2 然后这一个是直接6加24,30除3等于e乘10 所以我的h等于e乘2,k等于e乘 记得我们这种division的题目,他一定是要ratio的 那他给你equation,你要把equation看成rati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